所以下面一句经文也蛮重要的 广师功德宝 广师者普遍师吉也 普利一切众生 故云广师 所师之物乃功德之宝 那什么又叫功德呢 在这个天台 人王经书 上卷有解释 师物名功 归己曰德 这个是智者大师给我们解释的 师物就包括三大类 财不师 法不师 无为不师 我们对待一切众生 广泛地修这三种不师 当然修这个因 决定会有个果报 那个果报就是德 本来以前那个德是得到的那个德 后来就改成是道德的德 这个字就更好了 这个意思比那个得到的德意识又更深 因此我们在佛法里面 以无漏心去修布施 这个就叫做功德 假如说您是用有漏的心去修的 那就不叫功德 就叫福德 一般我们常说福报 福报修到大的 这辈子就可以得到 那绝大多数人是来生后世才得到 像了凡先生 他这一生就得到福报 可是如果没有出六道 那个福报就不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要修什么呢 我们要修功德 不求人天福啊 因此读了佛经 明白轮回的可怕 我们这一世啊 如果不能够念佛念到功夫成片以上 以上就是说世心不乱 离心不乱 它三个功夫嘛 功夫成片 世心不乱 离心不乱 最低也要念到功夫成片 有的这种能力呢 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 到达极乐世界 就涌出轮回 不再受生死苦海的这些夜报 假如说我们这辈子 还是念佛没有能力 可以去极乐世界 您说什么时候再得人生呢 什么时候再闻正法呢 尤其是正法里面的净土法门 那是最难遇到的 不信的话您看一下现在图文吧 十六万居民 几个人天天愿意学这部无量寿经呢 几个人愿意天天看这个祝节呢 几个人愿意一天到晚 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呢 跟他说去极乐世界好 他总是半推半就的 上课的时候可能动一下念头 想去极乐世界 下了课呢 哪一个人找他出去吃喝玩的 他马上就溜了 早就跑了 不要跑哪里去了 所以以前这个李师公 他在台中办这个 大专佛学讲座 提供当地 还有其他大学里面的大学生 学这个佛法 尤其是办这个寒假班 暑假班 暑假班时间长吗 差不多一个月 三个礼拜 但是呢到结尾的时候啊 要结束的那一天呢 李师公就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话 你们呢 这几个礼拜 很认真的 很辛苦地学习佛法 可是结束之后 你们回到家里面 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 那前面学的都完全都 跑汤了 就没了 这就告诉我们 现在外面这个圆 破坏我们亲近心的 太多太多了 现在不止电影 破坏我们的造型 电视呢 网络呢 您口袋里面那个手机呢 是不是 都在破坏我们的亲近平等觉 那现在怎么办呢 我们就知道 要天天清净无量寿经 清净阿弥陀佛 天天念阿弥陀佛 这个好 这个能够助长我们的 解定慧 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宁 接着是圣满宝窟 上卷所讲的 恶尽言功 善满约德 这个功啊 是从断恶来说的 而这个德呢 是说 从这个修善来讲的 简单来说 断恶修善 就叫做功德 下面再说 有得者得也 你看这个道德 跟德道的德 发音是一样 可这意思呢 还是有所不同 修功所得 顾明功德也 这个修功啊 就是指的断恶修善 断什么恶 断十恶业 您能够断十恶业 就是同时在修 十善法 换句话说 您修十善法 就是在断十恶业 所以我们这部经 从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 非常重要 三十二到三十七 它讲什么呢 五戒十善的重要性 现在佛法 为什么这么帅 在家人 不晓得 修十善业的重要 出家人 没有深入 沙米律要略 珍珠 其实 悟生啊 一直很感慨 我们这个讲堂啊 应该要天天讲 沙米律一才是 真的有时候 看那些同学们犯错 我们也不好意思说他 你错了 为什么不能够说他呢 他看都没看过 不要说他听了 没听过 他这本书都不晓得在哪 这本书的内容 他根本就没有 从头到尾念过一遍 那又没有法师给他讲解 所以在这个时代 佛法真的是让我们 看到许许多多的现象 那怎么办呢 别人不学 我要学 别人不做 我要做 除了这个沙米律 要略征住 要学习之外 还要学习弟子规 太上敢一篇 佛说十三也道经 这四本经书啊 都学 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张桌子 它有四个角 你看这个桌子有四个角 就四平八稳的 古人啊 懂得这个重要性 所以呢 他们是从小就有灌输 正确的理念 要做一个好人 什么是真正的好人呢 他确确实实有受过 正规的训练 也就是他懂得 什么叫五伦五常四为八德 以前的家庭环境好啊 以前是大家族 一般我们看古书嘛 讲这个家族 是五代同堂 说实在话 最起码都是五代同堂 最起码都是五代同堂 大家都住在一块 没有分开的 多的话呢 六代 七代都有 所以每一个家族 都有家道 家规 家学 家业 还有家风 家庭环境